你好,欢迎收听羽木观后感 我是羽木 今天来分享一篇电影的观后感 Manchester by the Sea 2016年的电影 情记海边之城 烈焰是一场惊梦 人生愁几度新凉 很啤酒 情记海边之城 和以前一样先来讲一下 这部片在演什么 这是一部剧情片 描述一名男子在外地生活 今天很像昨天 明天也差不多 直到特殊的那一天来了 电话传来哥哥过世的消息 他放下手边的工作返乡奔丧 哥哥的遗嘱考虑周全 就像哥哥平常带人处事一样周全 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 妥妥的 未成年的姨子 也是唯一的儿子 希望弟弟带为抚养到成年 弟弟什么都愿意做 就是无法接受抚养侄儿 原来跑到外地生活 是有苦衷的 于是这位弟弟 一边打理哥哥的后事 一边说服侄儿搬家 一来二去 遇见老朋友 遇见前妻 阴魂不散的哀愁 打翻了回忆 海风和以前一样潮湿 只是这个冬天特别长 眼泪就快干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部片有在当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最佳原创剧本 故事描绘那种孤独感 遇到人生低潮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一部哀伤的电影 电影资讯 Manchester by the Sea 海边的曼彻尔斯特 情记海边之城 都是指同一部片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于目观后感 刚才这部片让我想到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开始之前还是先来一下 小额打赏 小额大行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 欢迎打赏鼓励 谢谢你 好的 这一次标题 选用香港艺名 情记海边之城 和以前一样 个人选择 觉得这个名字 最能够代表故事 那么就先来破题 英文原名 Manchester by the Sea 它是一个滨海小镇的名字 Manchester by the Sea 这名字就这么长 人口大概5000人 位在美国东北角的马州 马赛诸赛州 马州 理工学院很有名的那一州就对了 大约位在中纬度 什么是中纬度 类似欧洲的西班牙 中亚的土库曼 中国大陆的山东神 南北寒郊界处 我想这例子应该够了 可以想象 那里的冬天 是会下雪的 时常看到这个电影的片名 那就是一个地名 蛮常看到这样的例子 这一次 意味着什么 我感受到一段情缘 剪不断 理还乱 灵魂绑定 又一次回头 写旧片心得 幸好这一次没有跑很远 不像上个月 写一个旧片心得 跑回1973年 有没有听错 1973年 这一次呢 只是小小的时光倒流 坦白说 五年之后 相隔五年 再写心得 这样的数字 这样的时间距离 我个人觉得刚刚好 如果 乐透彩券上的数字 也能够这样刚刚好 那该有多好啊 但没有关系 我还有电影 还有生活 还有孤独感 陪伴我 Manchester by the Sea 这部片在我眼里 主要描绘孤独感 虽然故事里 有很多人间事 类似到那个 单题咖啡 绕一圈就会听到的事情 这次不讲星巴克啦 差别在哪你知道的 在单题听到的 跟在星巴克听到的 有那么一点 微妙的不同 好的 这里的人间事 家破人亡 聚散离合 几乎都是悲剧 如果心得往这方面扩散 纯文字党 也可以写到1GB 不是1KB 1GB 我夸张了吗 我没夸张吧 聚散离合 家破人亡 就是有这么多东西想说 总觉得上天对自己放一套悲惨连续剂 打到晕 晕到死 一眨眼就跳KO出来 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祸不担心 第二回合 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 话说回来 我不想让心得坠入这样的 无间地狱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不要讨论电影里的各种悲剧 的确 这样的回避 听起来有点困难 也许说着说着 就开始 哎呀 我跟你讲 看到那一段 都觉得自己当时 自己当年也是 怎样怎样怎样 开始在那边诉苦 我尽量避开悲伤的事件 老是个人选择 其实 这样做 是有点理论根据的 一个好故事 必须有核心想法 然后叙述各种各样的事件 巩固那个核心 加深乐听人的印象 听起来很理论 举例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更好了 我们一起回想 男主角 走入死硬幽谷 孩子没了 房子没了 妻子没了 五子还剩几个 意味着故事的核心思想 是一个惨字 有够惨 然后各种悲惨事件 强化男主角 非常非常惨 打个问号 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 换换另一种滤镜吧 故事的核心是孤独 各种悲惨事件 令男主角陷入孤独 至少我相信 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呢 今天别无其他 与你分享 故事的核心 那种孤独 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的 先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欢迎订阅 我 biế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来 今天来聊一下这部片 Manchester By the Sea 2016年的电影 《情记海边之城》 来聊一下这个电影里的孤独感 也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孤独感 看到这部片的男主角 李前德的Cassie Averillian 看到他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横看竖看 翻肚子看 总觉得这个角色是一只大猫 身心灵崩塌的狮子男 像大猫 说不定 A.C.Levka本身就是狮子男 只是我懒得去查证 有那个感觉 狮子做男生 男主角 李前德勒 身心灵崩塌 陷入孤独 他会好起来吗 他不会好起来 心得就到这里画上句点 迷风外加刚硬 如果问这种孤独会不会好起来 答案是不会好起来 那么换一个问法 怎么样叫做好起来 答案就不一样哦 李叔叔和他的未成年侄子 一个孤独 一个害怕 鼠子两个是绝配 一个孤独一个害怕 同是天涯沦落人 而且从小就认识 也难怪最佳原创剧本 怎么说 李叔叔的孤独感 像一层滤镜 看事情非常冷漠 甚至自动屏蔽 不想看那些东西就自动屏蔽 这种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很清楚 至少看电影的时候有看过 快点快点快点继续跟我讲话 千万不能睡着哦 Come and talk to me 的确哦 李叔叔这样的情况 在心理上冰死 万一昏迷过去就真的醒不来了 他需要一种刺激 就像在急救的时候 你跟我讲话 继续保持跟我讲话 不能睡着 你知道 李叔叔需要一种刺激 那样的刺激 没有办法救命 只能提神 提醒他活在屎坑里 但还没死在屎坑里 就是这样的提醒 可想而知 叔叔已经生无可恋了 绝对不会自己去找刺激 就像一个重伤的人 瀕临死亡 他不会主动去找人 拜托在我耳边 不断提醒我 叫我讲话 叫我不要睡着 他不会主动这样做 因为他已经重伤了 李叔叔就是这样 已经生无可恋了 绝对不会自己去找刺激 他什么都不想理 而偏偏 但偏偏 这个时候 冒出一个侄子 一直搭理他 失去父亲 活生生的噩梦 侄子非常害怕 青少年都怎样表现害怕 你我都很清楚吗 说话呛辣 行为叛逆 情绪武装 越害怕就越武装 鼠子两走在一起 不断刺激叔叔 那侄子一直在讲话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 侄子那样的纯天然的刺激 心理上冰死的叔叔 恐怕真的就醒不来了 可是不要忘了 那样的刺激 只是一条丝线掉着命 心病 真正的心药 还不知道在哪里 来感受一下另一面 失去至亲 侄子非常害怕 他可以从叔叔那边 得到什么样的温度 答案是零 没有关怀 只有管教 偶尔还会在街上被叔叔痛骂 连路人经过都看不下去 相信我 这个梗子扑很久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 他们叔子俩 在街上遇到一个 穿蓝色大外套的路人 受不了叔叔在那边骂小孩 那位路人 就是导演本人 Kenny Sloanagan 有印象的话 导演在那一段戏 讲F开头的字 还讲得蛮顺的 可能是被导演工作耽误的明星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鼠子俩走在一起 不断的教训侄子 确实不是青少年 应该得到的关怀 but 但是 如果没有叔叔那样的低温约束 子子可能已经在某个诊所 挂号夹娃娃吧 值得品味一下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说 孤独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际关系交织 那种偏低的体温 嗯 有种比没有好 叔叔与子子这条剧情线 持续拉扯我的心 原本平平顺顺的呼吸 变得忐忑 岁月百度 我是某个人的侄子 也是某个人的叔叔 身体还很小的时候 无论门缝窄窄 总觉得头过身就过 一点点温暖 就可以用很久啊 反正太复杂的世界 我也不懂 日子还是可以这样过啊 等到该给温暖的时候 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像李叔叔一样 也知道要抱抱 却发现自己没有手 怎么断的都不记得了 如果有人问我 我会说那是成长的孤独感 无论年少或年老 都要走过那一段 没有那么完美 也是可以的 好的 听听音乐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Manchester by the Sea 这部片的描绘孤独 各种大悲小惨 深化孤独 其中最关键的 就是李叔叔与前妻 Michelle Williams演的 李叔叔与前妻 我相信 看过这部片的朋友 街上巧遇前妻 那样的戏 特别有感觉 我也不例外 就在这里 与你分享我怎么看 电影情节 李叔叔和前妻 他们失去小孩 死于火灾 编剧有下猛药 对吧 失去小孩是一回事 失去的方法 是相当的激烈 于是 他们的婚姻解散了 再怎么样的情比金尖 依然承受不了 命上火窟那样的高温 感情直接熔断 我想是吧 感情直接熔断 婚姻解散 那已经是 各种结局里 最好的版本了 失去小孩 确实是婚姻里的 天下第一杯 如果真的有排行榜 这个榜首 几千年来没有换过 失去小孩 只是 我想稍微 跳脱一下剧情 李叔叔与前妻之间的感情 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 死掉了 觉得好像有人该扛那个罪 其实没有元凶 换句话说 是一种空虚的罪恶感 在纠缠 纠缠缠缠 变成真实的孤独感 这个空虚的罪恶感 纠缠久了 就会变成真实的孤独感 接上 巧遇前妻 那段戏 很多评论 觉得饰演前妻的 Michelle Williams 表现太棒了 表现真的非常棒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之类的 赞誉有加 而我的看法 不太一样 并不是否定 Williams的表现 而是 真的遇到那样的情况 接上巧遇前妻 焦点永远在李叔叔身上 在男生身上 那个罪恶感 那个孤独感 重伤致残 我不用带入自己 讨拍在那边说 我个人真的遇过那样的情况 但是 我会小小声的告诉你 当时就是电影演的那样 男人指着自己的胸口 说里面已经空了 那是什么滋味呢 心 是爱不了的 人 是恨不了的 泪 是干不了的 痛 是停不了的 没有最孤独 只有更孤独 电影结束了 他会好起来吗 他不会好起来 换个问法 怎样叫做好起来 继续走 叔叔和侄子继续走 有些回忆 莫名其妙的来 又莫名其妙的搞丢 就像叔子俩玩的那颗软球 有印象吗 路边随手捡来的 彼此认真 传接好几次 漏接了 怎么办 球在地上越滚越圆 就让球去吧 让他去吧 如果有人问起 这样算是好起来了吗 是会想点点头的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Manchester by the Sea 2016年的电影 秦记海边之城 也就是你熟悉的 海边的曼特斯特 这部片对我来说 我想不只是对我来说 一定是一个事实 这部片非常的沉重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非常伤 非常的重 那么我个人看了 非常有感触 刚才也分享了许多 有时候这种沉重的东西 很像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吃辣 你知道吃辣 不是每个人都吃辣吗 但我想吃辣的人应该更有那个体会 有一种辣 是很好吃的辣 它就会让你一直吃 即便它很辣 其实很辣也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就是辣是好吃的 会这样说 当然也有一种辣 是很难吃的辣 就像我们说死咸的那种死辣 没有什么层次 那样的辣就不好吃 所以沉重的电影也是一样的 有些沉重是非常的有层次 像这部 Manchester By The Sea 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实这一点也跟我个人的价值观比较接近 有些东西 特别是负面的 有必要认识 像这个故事一样 把它梳理清楚整理好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那么之后会不会再发生 会不会再遇到 会不会被翻出来 那就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所以 自己可以决定的东西 还是会想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 这是一种成长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鱼目观后感 鱼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